社投消民反映 Huanake两岸户岸老旧掏空 为了保障民众型的安全 张华县长王惠美 22日前往县刊 指示办理Huanake第二期户岸附建工程 改善当地排水设施 提升用路安全 这个浪花 可以说这个河花 都已经很久 甚至有掏空 特别跟我们会同 给他欢迎与传长代表 共同来这做这个会堪 那开始营充到 这个环境 所以说我们管政府这边 也要尽速来做这个相关的出自 让我们这个浪花 这个浪花有法度说 这样放这些洞头穿起来 有法度让我们这个乡亲出出入入 都能尽快安全 也让我们的地方的环境 可以尽快清晰 这个美好彰化希望城市 大家这会来拍拼 社投箱Huanake户岸老旧 防沙坝底部也已经损坏 甚至有掏空现象 县府预计改建两侧户岸 以及防沙坝与进水池 改建经费预估新台币800万 王县长要求相关单位 务必紧速发包 并且如期如值如预算完成改善 让县民安心生活 创造优良的生活环境 公益频道徐世昌社投采访报道